这是在拍恐怖片吗 周六晚间在南投民间往竹山方向 天空闪电不断 宛如在跳舞般持续一个小时 受到对流发展旺盛影响 出现剧烈天气变化 接下来还要留意可能有台风生成 在今天早上8点时候 是已经生成为热爱新地气压 那我们预计在最快在明天的时候 就有机会发展成为今年的 第11号台风摩羯 摩羯最快周一生成 而且强度可能达到中台到强台之间 根据各国预测欧洲模式预估 可能经过巴士海峡后 一路往西到南海 位置相对较近台湾 美国模式则说 往东移动到日本南方海面 路径不确定性还很大 如果说它是比较偏南的一个方向 去做通过的话 可能在东半部地区 甚至在南部地区的话 都是有可能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 可能会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雨势 不过如果说它是比较偏东的方向 就是在东方东边外海去做北上的话 可能就是以北部跟东方部地区为主 气象专家林老师也说 菲律宾东方海面到南海一带 被大低压带接管 本周至少会有两个货以上 热带扰动生成或发展 不过在周二白天前 隔地多云道晴 午后山区和中南部防范雷阵雨 周二晚间开始 北东水气增加 周四后受到热带低压 或是外围环流影响 天气很不稳定 准台风 摩羯路径还有变化 但可以确定的是 无论是否登陆 周四起 台湾天气将受到影响 TVBS新闻周到会先带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